最近几天,北京又笼罩在灰蒙蒙的阴霾当中 一份报告显示了,中国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和健康问题 造成每年3000亿美元的损失 中国环保部门公布去年全中国74个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报告 其中河北区域污染最为严重 一年之中有超过4个月都处在严重空气的污染状态 受互买笼罩影响,25、26号 津津济河北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 徘徊在中度至严重空气污染级别 26号当天,PM2.5的空气悬浮威力浓度 最高达到每立方米400到500微克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安全标准16倍 据气象部门预告,这波伴随刺鼻气味的天气 将持续到28号 有津津济地区的民众在网上抒发阴霾天造成的不适 网民说,埋在身边,埋在心里 哪埋怎么样,鬼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远离身旁 不久前,北京民间空气污染专家陈景 住进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新类病房 他表示,他和周围的人得病的原因 就是空气中的雾霾造成的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 25号在北京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说 中国空气污染带来的高死亡率和其他健康问题 估计每年造成1000亿到3000亿美元的损失 空气污染造成的情况真有那么严重吗 中国环保部门3月25号发布 去年全中国74个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报告 其中有71个城市空气污染超标 仅拉萨、海口和周山三个城市达标 另外,污染严重的津津剂区域13个城市中 有11个城市排在污染最重的前20位 有7个城市排在前10位